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呢 是我的父母很辛苦赚来的钱 然后帮就是给我们三兄妹买下人生地址手表 所以我的家境呢 其实是父母蛮辛苦的 真正接触社会的第一次呢 一定是在我办公办读的时候 只要一旦有空闲的时间 我一定是飞出去做工 甚至可以一天啊 连续接三场的job 所以翌日呢 跟我同年级的人 他们可能是在喝茶啊 就是唱K啊 这样子 可是我是没有娱乐的 我的娱乐就是我的工作 当然我也很享受我的工作 就是因为飞兰社让我大开眼界 然后有一次21岁的时候呢 我就被安排到就是去到一个 云顶的casino VIP room 就我看到有一个男人他在赌着钱 然后我就纯粹的过去问他 哎 你要喝些什么 我可以帮你拿 然后就跟我讲 我要一支矿泉水 然后我给他的时候 他直接这样子给了我一粒筹码 他讲给你的 你猜猜是多少钱 筹码的价值是一千 我当时是直接stun了在那边 我觉得 这样容易给出去的吗 我只是拿水给他包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 哦 世界真的很大 然后厉害的人也真的很多 在过去所有的飞兰社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上了一个很珍贵很有价值的社会课程 这样23岁college毕业过后呢 就想找一份正职的工作 这样我第一份就跑去做了这个保险 买保险的保险 我男朋友是做房地产的 然后我去找他吃饭 结果碰上了宝贵的充电 然后他跟我讲 我好猛的 我好猛的 我十根黑贼里自己可以在那里 因为我的性格 我真的不能可以在那里等时间过的 然后我就讲 这样不如我自己就try一下脚尸扮演咯 然后我就去看到门口 有一堆姐弟进来 然后我就很主动的过去跟他讲 哎 你是来看屋子吗 你有约老人吗 哦 没有啊 这样我就直接serve他了 OK 然后他就问我 诶 这边有多少间房啊 然后我就想够力了 诶 我也是刚刚到罢了 然后就讲 哦 来我跟你讲 诶 这边一间 一间房 两间房 三间房 OK啦 这边是三间房 两个厕所的 我就以这样子的好玩的心态 去应变了所有的话题 就这样子 在price chat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哦 我要这间呢 我弟弟要这间呢 我们要两间在一起的 是这一个两姐弟的customer 让我一下这样子 进来了房地产 就这样简单 OK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工是在 Gerpong The Hinge的一个launching 是上买报纸 然后上买Astro 所以我直接看到机会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跟我的妹妹 租了那个Gerpong的hotel budget hotel 然后我们每一天啊 是早上五点 就起来回复message 然后早上九点 开始见appointment OK 我是忙到啊 那个顾客 Mr. Lim Mr. Tan Mr. Leong 三个一起同一时间来 然后我就讲不用紧要来咯 一次过三个一起serve 然后到真是launching的那一天 就排队四天四夜 我的顾客也在那一边 排队四天四夜 然后我本身呢 就陪顾客 在那个 真是在街里 就说Gerpong的那条马楼 那条街 在那里排队四天四夜 哎呦 去洗手啊 那你去咯 我帮你起去一楼 你去完洗手你帮帮你 那时候我 哇 真的是不吃不喝不睡 真的是可以这样讲啊 然后一个月卖了五十斤 加入房地产 改变我三个东西 金钱 人脉还有圈子 我用的钱 我都是为哪一个保贼写下来 哎我这个又用了多少钱 我每一天买的东西是买了多少 我去吃了个饭 我都要写多少钱 然后经过了真的努力 然后也选对了行业 然后我完全不需要 然后再像以前这样子去计算 计算那个钱 到底出的对不对 人脉的话呢就是 因为我们surf的顾客 很多都是那种啊 sphere park的老板啊 水果当的老板啊 或者是 律师啊 其实我们surf过很多种不一样的顾客 所以每个顾客跟他们交流了 过后谈了行过 其实都是成为我们的 这个人脉 所以人脉要找人 哦这个电话按下去 要找那个人这个电话按下去 所以房地产给我们真的是融入了社会的人群 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圈子 最大的感触不是我个人而已 而是我身边的人 那一般相信我的人 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彻彻底底的被改变了 要买车的买车 要买家的要买家 然后也不需要再为金钱而烦恼 OK 我觉得这个是很踏实的改变 我会跟他很真心的讲 Thank you 然后我会再给他一个很大力的拥抱 就是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么的拼 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么的努力 因为过去才有现在的我 所以我很想跟你们讲 Thank you 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做紧我的时间 我想我的努力快过我父母老去的速度 那个女儿逮住了 不用担心了 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